每一年一年一度的一个节日 然后是这个节日 就是为了让我们去追到一些遗故的亲人 就是给你缅怀祖先的 因为毕竟现在持续来越发达 然后可能很多人注意力都不是在家庭上面 可能都会渐渐已经忘记自己的梗 要不是没有他们 我就也不会有我们的一带 想一下他们我们之间的回忆 就是给我们去孝敬我们的天主 是季主啊 一种孝德的表现 就是怀念我们失去最亲爱的人 怀念到他们 看到他们的相片 怀念起他们生前的一点一滴 就是很心痛很上心 很难过 祭拜祖先咯 家庭聚会这样咯 每一年都会跟家人去一场 我们会家乡 然后我每年清明节呢 都是会提早一个礼拜回去 因为柔婆是我家乡 然后我的爸爸的那些兄弟姐妹 就会聚集在那一天一起聚集 然后来就是拜我的祖先 我们一年出了新年的话 另外一次见面的机会就是清明节 因为我的祖先全部都是火葬的 所以我们是去他的那个骨灰厂那边 然后我们就去放一些祭品在那边 有啊 远远都要去啊 不贵山将将远都要去啊 所以要激烈一下也是给小的 小的一辈知道有这些仙人在这里 我们的家族的话是清明会比新年还要大 就全部人都会过来 也是到了上路的时候都没有 不是在家乡 都是很常都是在啊 在外面的家族有机会的话 当然就非常要去一起去上路 所以我觉得清明节也是一个可以很 就是让大家家人凝聚起来 再次聚集起来 然后睡一睡 然后顺便一起去扫墓这样 对我来讲的话是一种来感的 因为要不是别有他们的付出 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样 不要等到清明节才来孝顺啊 在活着 在当下的时候也要孝顺啊 扫墓啊 扫墓也可以说是孝顺啊 帮助父母啊 拿一些东西一起去扫墓 孝顺就是要生前才孝顺 死后如果你说孝顺 弥补不到什么东西咯 去不了之后也 只是上路做不到真正的 平时可以孝顺的东西 每年我们都会去探望他们 为了让他们安心 就你去扫墓不算是一个孝顺的表现啊 是反而是被相纸纪念的一个表现 反而做到孝顺的话 就当然趁人还活着的时候 就当然就要经销到了 是啊 是因为至少可以让后代 就知道他们是谁 然后知道他们以后也要这样子 不一定是不扫墓就是不孝顺的表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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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